中国企业华为最新推出的旗舰手机Mate60 Pro 正持续吸引着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因为这款手机的推出被外界普遍视作 是中国芯片制造业对美国政府野蛮打压的反击 可这一反击是否取得了成功呢 已经拆开了华为这款手机 看到了里面芯片情况的美国彭博社 就在4日一篇最新的独家报道中 给出了相当肯定的答复 首先 彭博社通过与美国科技咨询机构Tech Insight合作 经由后者对华为Mate60 Pro手机进行拆机检测后 确认了该手机的芯片是中国自己的芯片产业制造出来的 中国政府正在构建本土的芯片生态系统上取得进展 这家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写道 由此 彭博社评论说 华为这款手机的芯片令人怀疑 美国为阻止中国获得先进芯片技术 而在全球实施的封锁 是否真的有效 彭博社称 去年美国政府采取的出口限制措施 是想将中国的芯片技术卡在落后最先进技术8年左右的时间上的 现在中国已经证明其至少可以生产一定数量的 仅落后最先进技术5年的芯片了 彭博社写道 这距离中国在半导体这个关键领域实现自己自俗 又进了一步为彭博社进行拆击的Tag Insight公司的一名高管 已表示 这款芯片是来自中国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声明